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地球的 对对对 一般人不要去啊 咱们今天说的危险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自然环境特别险恶造成这种危险 还有一种呢就是人为因素造成它特别危险 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方 当然在节目最后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住在最安全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有什么破除的办法吗 大部分是没有办法的 那人家讲风水算命的 那算你哪哪不好啊 但是都建议你一些东西 然后你怎么去破这些东西 那搬走就好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危险的地方 是真的有人以前住在那 或者现在就有人在那 完全没人那个地方咱就不说了 那么先说几个自然环境特别危险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死亡谷 一说到死亡谷 大家就可能想到美国那个死亡谷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叫死亡谷的地方总有两个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俄罗斯 美国的死亡谷是整个北美海拔最低 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 是个沙漠 海拔是负的86米 也相当于盆地里边的一个沙漠了 这个地方有多热 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地球上记录的 最高气温的记录就在这个地方 1913年7月10号 这个地方的气温达到了56.7度 虽然这是100多年线的记录 但不代表这个地方现在它就不热 现在每年它的最高气温也都逼近这个温度 只是没有突破而已 比如说去年的最高温度就达到了54.4度 54度是个什么感觉 就非常接近桑拿房 桑拿房的温度一般在60度到80度 不过桑拿房的湿气很高 这个地方特别的干燥 干热和湿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干热人特别容易脱水 所以在干热的环境里人死是因为脱水 渴死 而湿热就像热带雨林里边 人热死是纯粹的热死 排不了汗 所以大家到沙漠里的话就应该多补水 到热带雨林里边的话就应该多散热 怎么散 其实有一个东西特别好就是冰块 冰块在沙漠里也可以补水 在热带雨林里边也可以散热 无敌的 其实说到冰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就是地球的最高温度 怎么才50多度 怎么感觉很低 因为地球在这几十万年里 它就没热过 经过了无数次的冰河期 冷的时候是有的 但热的时候几乎没有 现在已经算相当热了 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是经过了 最后一次冰河期存活下来的人类 关于冰河期 以后我们要和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美国这个死亡国 虽然很热很可怕 但是相对于俄罗斯这个死亡国 它就不算什么 就算是乐园了 因为美国的死亡国 你只要带上足够的水 在里边活个十几个小时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俄罗斯这个死亡国 在里边待上一分钟就算厉害 俄罗斯的死亡国 位于俄罗斯最东侧的 叫堪查加半岛 一点都不热 非常的冷 这个死亡国中没有任何植物 遍地都是动物的尸害 因为山谷中充满了 自然形成了 刘化青的毒气 刘化青是一种无色 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 少量就可以迅速致命 就算是低浓度的刘化青气体 如果碰到人的眼睛 或者是被人吸入体内的话 会立刻啄伤眼睛和呼吸到 非常恐怖 你感觉闻到过什么 那是闻到了真的臭鸡蛋而已 就是感觉在外面有过这种味道 就是在温泉附近会有 对 它就是流的味道 但是可能还不似刘化青了 即使是一些大型的动物 比如说熊啊鹿啊 一旦进入这个峡谷中 会立刻倒地生了 所以人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 以前有人进去过 所有进去过的人 从来没有人出来过 防毒面具呢 没有人故意去挑战这个事情 一般进去的都是周围的一些居民 他们去采蘑菇啊 采果子啊 误入其中就再也不会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名副其始死亡 面积很大 面积不小三面环山就有一个出口 所以里边的气体永远都散不出来 哦那还好散不出来 对对对了 那么俄罗斯除了这个死亡谷之外 还有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冷的一个 有人居住的地方 叫做奥伊米亚坑 是个村落 它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 就在死亡谷旁边的地方 现有居民500人 这个地方啊 最冷的是一月份 平均气温呢 零下46度 有记录的最低气温呢 是1926年1月26日记录的 零下71.2度 非官方记录的最低气温是零下77度 通常我们学校如果遇到天气情况特别恶劣 比如说特别冷下雪之类的 就会停课嘛 这个地方也停课 但是尺度稍有不同 零下48度呢 幼儿园停课 零下54度呢 小学才停课 这个村子的村民啊 主要以狩猎打鱼为什么 有些人养了一些迷路什么的 就是圣诞老人的路啊 在那可以生存 村子里边也有用来运货的汽车 但是汽车进到村子里边 不能熄火 一熄火就再也打不着了 不光是汽车 在这个村子里边啊 所有的电子产品 在户外都是不能用的 启动不了 手机啊 照相机都用不了 就包括圆珠笔 马克笔都是用不了的 油的冻煮 所以村子里边 写什么都基本上靠签名 根本上这个村子要出门啊 就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要把眼睛之外 所有地方都抱起来 说到这 眼睛啊 是人体中最扛冻的一个器官 其实也有道理是吧 人最重要的就是眼睛 他不扛冷的话是不行的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 手就特别容易动伤 有的人就不会 我感觉跟血液循环有关 血液循环好的话 温度保持好的话 可能就没有问题 这样我就几乎没有冻伤过 我没冷过吧 你在大连怎么冻伤啊 也是啊 大连也有过零下二十度 但是我记得 大连零下二十度的时候 因为风很大 眼睛一下就被冻伤了 出门的话 一吹风 眼睛冻伤了 真不开的 老夸张呢 真的 真的 就是眼睛都有一些像泪水一样的东西嘛 就一出去的时候 一闭眼 哎呀洞上 蒸不开了 那么下一个非常极限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下雨最多的地方 印度的奇拉彭奇 这也是个小城镇啊 这个地方海拔一千四百八十米 人口一万人 还很多呢 不少人啊 它是吉尼斯世界记录记载的 单月下雨最多的地方 它在1861年的7月份 单月记载的下雨量达到9.3米 9.3米 什么概念啊 咱们现在住这个地方下雨挺多的对不对 一年的下雨量大概一米多一些 它一个月下了9.3米的意思 台北啊我也查了一下 一年的降雨量大概在2米到3米 它一年的降雨量达到24米 就是只要下雨 漂泊大雨它就不停 好几个月都不停 它怎么还那么多人住呢 那自古就住在那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作叫做世界雨集 有南极有北极还有个雨集 那么这个地方雨多是因为地形造成的 印度洋的这个暖湿气流吹过来啊 它像一面墙一样 一下挡在前面 这个气流吹上去的时候 就开始不停下雨 由于这个地方下雨特别的多啊 一下就不停嘛 所以河流特别的多 没走两步就要过一条河 所以就需要桥 但是呢用木头搭了桥很快就被冲走了 或者是用这个水泥造了桥也都不行 很快就烂掉了就浮掉了 那应该怎么办 他们的古人啊想到了一招 就用那个树的树根啊搭桥 把树根缠在一起 搭到那边和那边树根连在一起 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不被被冲走 再一个就是树根大的桥 经年累月啊越来越结实 因为树根在整 所以它这个地方啊 最古老的桥也是最结实的一个桥 500年前 好下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就是世界上风最大的地方 美国的华盛顿山 这个地方也是曾经 吉尼斯世界记录记载中风速最快的地方 1934年4月12号 华盛顿山山顶附近实测风速达到 每小时372公里 每秒103 尽管这个华盛顿山海拔不到2000米啊 但是由于风特别的大 所以上面特别寒冷 常年下去 山顶附近的平均气氛达到零下40度以下 由于风特别大 所以体感温度更低 在零下60度以下 这基本上跟朱姆朗玛风山顶的这个温度是一样的 那么华盛顿山这个吉尼斯世界记录啊 在1996年的时候被打破了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啊 1996年4月10号 澳大利亚的一个无人气象台 检测到了一股时速达到408公里的风 每秒的就是113米 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有记录的地表最强的风 不过和刚才这个华盛顿山上的风是不一样的啊 华盛顿山上的风是常年就这么吹着的 这个是顺时的 它是由于热带气旋造成的啊 只持续了三秒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啊 所以它这个也没有华盛顿山上那么危险 我老家的风要好大 是吗 就是自行车登不动的 一步都不动 就使了全身的舰也没办法前进 那可能每秒也有过二三十米吧 如果是一百米啊 不用说连人带车就没了 走路的时候要前倾那样走 还能走是吧 能走能走 但自行车起不动 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停一下 然后你就甩着 对就容易磕到比如电线杆子上 什么就这个地方就磕琴过 是吗 这电线杆子上不用往上登的那个铁的东西吗 不是你们学校不停课吗 不停课是 不恶劣的天气都不停课 你们认识世界风级吗 其实台风的风力很容易达到这个时速两三百公里 说到台风啊 同样是台风 这个风发生的地方不一样名字是不一样的 在北太平洋西侧发生的也就是在咱们这边发生的叫台风 在北太平洋的东侧也就是美国那边发生的不叫台风 叫什么 叫飓风 在南太平洋发生的就澳大利亚那边发生的叫旋风 都是一种东西但是名字不一样 所以咱这只有台风美国只有飓风 台风为什么叫台风你知道吗 不知道 现在有几种说法 主流认为台风这个词是从英文过来的 英文台风叫台风 所以当我们就变成台风了 英语的台风怎么来的呢 是古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巨风巨人叫做台风 就从它这个名字出来了这个词 还有人认为台风这个词 其实从我们这来传到欧美去的 我们古人观台风其实叫大风 大风加上一点方言传到欧美去之后 大风大风大风就变成台风 变成台风了 变成台风了 就是台风了之后再传回来就变成台风了 你不觉得欧美人管台风叫台风很奇怪吗 对不对 根本不像英语 日语 所以从咱这传过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还有第三种认为台风之所以叫台风 就是因为它经常出现在台湾附近 就是从台湾这边登陆的 所以叫台风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 好上面给大家介绍的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环境特别恶劣 也不适宜人类居住或者待在那地方 但是也有人在 居然也有是吧 但是已经算是人类进去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人类进去 第一个比基尼环礁 比基尼环礁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环形的岛礁 属于太平洋岛国马尔绍群岛共和国 这个马尔绍群岛共和国特别有意思 国土面积181平方公里 特别小 大概是台北市的三分之二 上海的三十五分之一 整个国家面积就那么小 但是它的海域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 是它国土面积的1万倍以上 这个国家总共有29个环形岛礁组成 其中最有名的也是世界遗产的 就是这个比基尼环礁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这个地方危险是因为它以前隶属于美国的 美国在这个岛上进行了66次的核爆实验 所以这个岛礁附近充满了核腐射 当然美国在做这些实验之前 已经把岛上的居民转移到了其他岛礁上面 所以现在这个岛上没有人 只有一些植物和少量的动物 还能有植物呢 有 植物动物在这活的还挺好的 只是人不能靠近 比基尼环礁为什么叫这个名 比基尼大家都知道三点是永逸 比基尼环礁这个名字 其实不是从比基尼永逸来的 而正好相反 比基尼永逸是从比基尼环礁来的 是吗 先有的比基尼环礁 后有的比基尼永逸 是因为美国当年在比基尼环礁做核爆 而做核爆那一年 正好他们出了这种三点是永逸 这种永逸对当时人的思想 还有视觉产生极大冲击 就像核爆一样 于是就以当年在比基尼环礁做的核爆命名 叫比基尼永逸 所以比基尼是一个特别恐怖的词 是核爆的意思 而比基尼环礁这个比基尼什么意思 在当地是椰子的意思 所以纯粹椰子岛 好下一个人类进去是英国的格鲁伊纳岛 这个岛是1942年英国从苏格兰买来的 买来干什么 做生化实验的 二战的时候英国准备制造一种生化武器 叫做碳居杆菌炸弹 这个碳居尔菌是一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细菌 自然界中有 一般生活在土壤中 会感染牛和羊这种反出动物 感染之后 这牛和羊的身体组织 就会变成像碳一样的黑 就死掉了 通常不感染人的 但是呢 在二战的时候 英国打算把它做成一个感染人的一种生化武器 就在这个岛上不停地做实验 好在呢它最终放弃了这个实验 不过整个岛是污染了 土壤当中到处都是这个碳居尔菌 所以很长时间呢是不允许上这个岛的 后来在1986年的时候 英国呢派了一个小队上去把这个岛 除了一下军 说现在可以去了 但是也没有人敢去了 这个岛看上去山精水修的非常的漂亮 但就是人不能去了 好下一个人类进去呢 意大利的波维利亚岛 这个岛特别有名 我们以前在瘟疫的那个眼看中有说过 说14世纪开始 欧洲那边就多次发生了黑死病的瘟疫 这个瘟疫当中处理最好的就是威尼斯 因为他们发明了隔离 把人隔离了40天 然后就可以控制住瘟疫了 现在隔离这个词也是从40天来的 那么当时威尼斯把人隔离在什么地方呢 就隔离在这个岛上 从14世纪开始 只要发生瘟疫 都隔离在这个岛上 这个岛原先是个修道院 大概在100年前的时候 这个岛上的修道院改造成了精神病院 而这个精神病院开了40年后 莫名其妙关闭了 从此这个岛上就再也没有人了 成了一个无人岛 从大概18世纪开始 就意大利里边就一直传 这个岛上 还算是个都市传说 说这个岛上有人看到 总有鬼魂在那漂堂 所以没人敢去 再加上20世纪的时候 把它改成精神病院了 就有人说 这个精神病院做了很多 不人道的人体实验 所以里边的病人也死了很多 后来这个院长 还有里边那些职员呢 都发疯了都死了 所以这个岛是受了诅咒的 大家谁也不去 开放 因为就不愿意去 意大利是开放的 但是没有传感靠近 那么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就是以这个岛为背景拍摄 这个电影呢 就是2010年 由雷安纳多·迪卡布里奥主演的 禁闭岛 这个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恐怖的 最容易产生幽灵的岛 但据说呢 意大利政府正在极力扭转这个岛的形象 准备在岛上建一个高级的游览区 然后把这个精神病院建成高级酒店 你敢住吗 那么最后给大家介绍这个人力级区 就更有名了 就是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我们就说过很多次了 它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一直以来美国都不承认它的存在 直到2013年的时候 美国CIA因为到期公布了一批资料 使U2轰炸机的资料 里边无意中泄露了五十一区的所在 所以美国政府被迫承认说 五十一区是有的 但是呢 美国政府不承认UFO和外星人的存在 那不是承认了吗 对 那是去年和前年 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还嘴硬 说我们是有五十一区 但只是研究一些飞机什么 跟什么UFO啊 不明飞机物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去年和前年嘛 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先后承认 有不明飞行物UFO 还放出录像了 我估计他们承认外星人存在 迟早的丝 好 这就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几个人类禁区了 其实每年都有评选 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 这个指标是由英国的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颁布的 主要是根据23个指标来判断的 比如说这个国家有没有内战 有没有外战 有多少非自然死亡 和邻国的关系怎么样 政治稳不稳定 有没有恐怖袭击 犯罪数有多少 军费开支有多少 犯罪类型是什么 大概根据这些指标综合的判断 根据2020年的世界和平指数颁布的排名 第一名冰岛最和平的国家 第二名新西兰 第三名葡萄牙 第四名奥地利 第五名丹麦 第六名加拿大 第七名新加坡 第八名捷克共和国 第九名日本 第十名瑞士 有一些人就不是很多的国家 对啊有些像冰岛 人多一点的就是新加坡日本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是吧 那相反最不和平的国家 阿富汗 叙利亚 伊拉克 南苏丹 也门 索马里 比利时 刚果中非 第十名俄罗斯 俄罗斯这么靠前 俄罗斯可能主要是因为军费 还有一些伪战之类的 那么英国的经济学人信息社呢 也有每年颁布这个最安全的城市 2019年最安全的城市 十个第一名东京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大阪 第四名阿姆斯特兰 第五名 悉尼第六名 多伦多第七名 华盛顿第八名 哥本哈根第九名 首尔第十名 墨尔本 吃汗不算呗 吃汗呐 不是你要算的话 那只有日本 没有别的地方 那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哪 谁不倒 谁不倒 菲律宾 被抢了是吧 被抢了 但是我觉得也很温柔的 抢了一些零钱 我有听说好像菲律宾晚上很危险 对 你就在酒店附近都没有关系 但是稍微走到偏一点 就按的地方就不行了 是吧 偏一点的地方 但是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是吧 他也没有说要你命 没有干什么呀 大潮不抢 只要了一点零钱 手机也没要 抢了我的项链是吧 那你确定是抢劫吗 不是画园吗 是 是真的上手抢的 他还没说施主什么之类的 可能说了我没听懂 没听懂是吧 也很有礼貌的 我觉得那个指甲都剃的磨得非常好 一点也没有伤到我 就是干净利索 就是抢之前剪着指甲的 挺好 挺干净利索的 没有说他 你挡挡 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我去过最危险东京 你还能换你有没有 店员 你敢搢 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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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員 店员 店员